从卫星高解析图看下去,许多碎片杂物到处飞散,房屋屋顶被吹飞,河水倒灌淹没街道,处处都是风灾过后的灾难景象。 不止几乎重创整个路易斯拉那州,由于风灾还导致6人死亡,也让居民的心情一下子从天堂掉到地狱。 尽管到处都能看到类似的灾难景象,不过,州长约翰却依旧乐观地表示,风灾过后的救灾与重建,同样要感谢很多人。 因为一项明显的事实是,陆州虽然有严重的损失,但却没有遭受到之前天气预报所受的灾难性破坏,这是不幸中的大幸。 且受到飓风劳拉从四级降到两级之后的持续影响,包括路易斯安那州、德州与阿肯色州,依然有数十万人处于断电生活当中,并且预估持续到整个周末都必须在清扫家园中度过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 三宗 坞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地图里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